大湾区创业高峰论坛 即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五周年致庆 在横琴顺利举行 诸澳两地政府代表 创业青年 企业家等超过200人出席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创伟表示 创业股从开源至今 入驻企业已发展至433件 其中港澳企业244个 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间 为30间企业融资超过5.03亿元 我们这五年来一直在落实什么呢 就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平台 打造成一个湾区资源 加全球技术 加高层这个创新人才 加横琴载体 加创投资本 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运营模式 那么通过这个五个六种举措吧 就是说我们是造环境 树心台 这个练资源 建生态 重服务 树文化 这六大举措 把我们横琴澳门情愿创企 已经打造成了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横琴的一张 亮丽的门线 2020年上半年 横琴新注册澳门创业项目37个 科技创新类企业比例达到59.6 澳门四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别建立横琴分布 为支持澳门青年在横琴创业就业 横琴新区也推出科技创业大赛 澳门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等措施 助力秦澳融合发展 横琴的发展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板块 我觉得都能够恰恰地融入到 我现在做的不同的板块里面 所以我觉得以后横琴是对于澳门青年人来说 是一个我们进入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热土 也是一个起点 横琴这边在引进我们好多不同的企业 特别是科创型 特别青年创业节目 给了好大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在创业股那边 它给予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许 给予很大的人才的支撑 包括那些诚意的安排 然后也是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政策 包括人才公寓 以及那些高级人才这部分 这些令到我们澳门企业 在梦想当中 要在横琴当中 创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同企业举行2020年 创业股创业之星颁奖礼 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吴创伟 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邓峰伟等实名创业者获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